妈妈昨天那两个粉丝又来找我们了 在哪呢 就在康护外面呢 那人家大老远跑过来肯定又累又渴的 赶快给他倒两杯水 嗯 这两个小粉丝已经来找我们好几套了 昨天下午他也来了 我在屋里面带着小弟弟睡下午觉呢 都不知道 到了晚上老二跟我说我才知道呢 我心里还挺内疚的 也没好好招待人家 就在小亭子那边呢 哎我怎么感觉是四个人呢 你俩又跑着过来的吗 快快喝点水 肯定又渴又累的 喝啊没关系从家里倒过来的 我听说昨天你们也来了是吗 我来了 你自己来了呀 老二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才告诉我才知道的 我都不知道你来了呢 我哄着弟弟睡下午觉的 哎呀妈快点快快打掉这什么虫啊 快点快快 起发虫 你不要怕他 是吗下次你带他们一起来 走吧太热了 我带你们去买雪糕吃去走 哎呀别客气嘛买点零食 等会走的时候你们还拿点零食走着吃 要不可以打发时间呀 走走走 你们两个去不去啊 去 我喊着他们不去 你们喊着可能就去了 去 给个面子嘛快点走 行行行走吧 去一个也行 要么我还得给你们挑着买回来呢 走呀 我们几个人一起过来的那个小朋友不好意思过来 给他们买点水买点零食走的时候带着 从他们那个小区跑到我们这个小区 得20多分钟的 来回的话都四五十分钟了 好了你们几个人自己挑吧 你自己挑一点买点水买点零食好吧 想吃啥挑啥啊千万不要客气 薯片之类的吃吗 拿一点呀 小孩子不是都喜欢吃吗 拿吧 你想吃什么随便拿知道吗 不要客气啊 不要不好意思 好嘞 对给他们两个人一个 你们两个人一拿一个 给老大拿一个呀 忘了呀 再去挑点水 走路的时候肯定渴是吧 这边有好多款饮料呢 你挑吧 我也不知道你们爱喝啥 拿两瓶吧 一人一瓶啊 好嘞 你可以拿两个口味的呀 两个都拿一个口味呀 行 他们就喜欢吃果冻 给他们两个人一人拿一个啊 然后你们三个没人拿一个 这个给哥哥呀 真棒 给你呀 这个是糖 小宝贝不能吃的 换一个行不行 给你这个 这个大 对 然后把这个给妈妈 这个给妈妈 这个小 这个小 再拿个翠翠沙 好了快走吧 买好了快点老三 弟弟 领着弟弟呀 你后面来车了怎么办 你作业写完了吗 还没写完呢 写完了 这么快啊 热不热呀 又吃棒棒了呀 老二脸又热的通红 我一热就点通红 还黑呢 老二 你和老三陪着他们在这里玩 我回家哄弟弟睡下午觉去 行不行呀 好嘞 那把那个剩下的那一份给我 我给老大送回去 我们回家睡觉去好不好呀 哎呦这么快 这一个糖又吃完了 一直往嘴塞 弟弟在这边玩也不愿意走了 你们两个人赶快把那个翠翠沙吃了 一会热了就融化了 我说人家两个人呢 哎呀忘了给弟弟买个果冻了 是不是 这个是姐姐的 这个小家伙怎么喊都不愿意走了 姐姐给你打你打不开 刚才那个粉丝还挺害羞的 他们现在在那个小团子里面玩了 现在已经很晚了 我要哄着小弟弟睡觉了 就先回家了 我们看看老大在干啥呀 写作业呢 给你的零食 哇 这个床单被罩我没帮你 这不是也自己弄好了吗 非让我给你弄 你就是懒 今天的天气不是特别好吗 我把老大的床子和被褥都给他晒了 老大你当时说的啥来着 这么麻烦下来还得泼 你看后来给他晒好了 你知道吗 他也让我帮他套被罩 我就不帮他套 这不是自己还能套好吗 非得依赖我 就不能帮他干 我就想试探一下你听不听啊 如果你要答应 我就说不用不用 我自己来吧 你别狡辩了 就是